山区的光复南路还有岩寿街口 一颗高达大约是20公尺 直径大约是60公分的路数 直接倒了下来压回了一辆车 造成了两线车道没有办法通行 还有当时现场没有任何人员受伤 目前整交也正在处理当中 昨天开始在新北市的汐止区 也有路数整个倒塌 同时还有一辆车 在山区的时候 因为掉车时视线不良 整辆车掉在半边 一米深的地方卡住无法动弹 连日午后热对流 车辆行精细致山区 想倒车回转没想到 驾驶大傻眼 车辆进半边掉进一米深山沟 卡好卡满动弹不得 不良渔行的驾驶惨受困 这时远景正好经过 可以吗 好好再一下 远景和立江66岁黄姓驾驶抬出 但他却表示自己独居 没有亲友能帮忙排除事故车 午后雨淡狂炸 炸完后路上依旧意外不断 车辆行精细致 民风街一旁露树碰一声 竟突然倒塌 瞬间扬起大量粪撑 就差一秒 轿车现些就被砸个正着 驾驶吓得赶紧打方向灯绕行 远景也立刻干道场拉起封锁线 协助排除 连日大雨酿灾 用路人可得多加留意 记者姚立强 黄玉澜 新北市报道 讲到了安全 外面正在下大雨 所以不管是在骑车走路 反正在户外要特别当心了 在中央信价局下午就发布了 山区的暴雨警示 针对台北市的外双溪 发布了市灾防警告 暴雨发生的几率 持续下到了下午的三点半 消防局也派人员巡视 该区警示民众必须要远离水域 以此安全 台北市消防局广播 台北市消防局广播 目前外双溪合雨上游大雨 请民众上岸禁止吸水 外双溪的上游有有大雨 所以整个吸水是暴涨的 消防局的双溪分局在碧溪桥 还有枫林桥巡视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下水去玩水 那么经过消防人员广播劝导之后 现场大约是有40位的民众 赶快离开上岸 才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苗栗市金国路在今天中午 发生一起重机车祸的意外 这是一档大型重机高速行死 突然失控 先是擦撞到了路边停放的机车之后 再撞上大树 机车当场结成了两半 而骑士是没了生命机场 抢救之后宣告不治 这是当时车友所拍下来的画面 而这一名事故伤亡的 23岁的严姓男子 他是一名重机网红 IG有1.5万人追踪 没想到年纪轻轻 却因为玩车不幸葬名 跟车有关的车祸 发生在台北市的内湖区 这是一名女骑士 她骑车到了路口 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她就减速礼让她 那机车后面的汽车 却没有减速直接撞上去 就这样骑士连人带车飞出去 行人穿越半马线 女骑士降低车速要礼让 想不到却发生意外 女骑士减速礼让行人 后方轿车却撞了上来 骑士反应不及 整个人双手放开 躺在机车坐垫上 被推行好几公尺 随后摔车倒地 还差点波及过马路的长发女子 女子简直吓傻了 惊吓之余也赶紧上前 搀扶骑士 事发地点就在北市内湖区 康宁路三段 这里是梯行路口 但因为没有任何耗制 汽机车行进入口时 基本上都会减速 只是没想到这个好习惯 却让女骑士无端遭撞 因为没有红一灯 所以都很慢 其实空间很小 所以其实 新人走过是很危险的 影片po网引发大批网友讨论 直呼骑士好倒霉 你各位再不保持安全车距啊 更多网友注意到 事发当下 车内广播脱口一句 横冲直撞太烙气 横冲直撞不止烙气 想必也让被撞的女骑士 鱼记犹存 记住黄天耀有桃 台北陈本报道 台北警方接获到家长的报案 说他们的孩子很奇怪 每天回家之后 总是伤痕累累 而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钱 警方进入调查才发现 原来是以专性嫌犯为首的 诈欺集团 他们招募了很多年轻人 大概是有十多个 担任他们的车手 那么主嫌常常怀疑 这些青少年会私吞赃款 发现黑是黑的情况之下 就会对这些青少年 一阵的毒打 警方目前将三名的嫌犯 还有十名的青少年 通通逮捕 警方上门搜索 来到嫌犯请下堂口 直见主嫌和两名共犯 还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三人当场都被逮捕 原来他们涉嫌诈欺 还招募十名少年 一起犯罪 不止到抽伤ATM领取赃款 还会和原约定 在特定地点交款 直见被害人把钱 放在机车脚踏垫上 前脚刚离开 少年车手就出现 现金通通打走 根据尔介自称是 主联邦人堂组长的 专性主嫌 从109年开始 组织诈欺集团 利用通讯软体 求职网 招览诈骗车手 不少少年暑假 找打工 涉入诈欺 光是这两年 就不法获利500万 其中几名少年 认为每次帮忙 领取数十万赃款 却只能拿到5000元 酬劳嫌太少 偷偷黑吃黑 拿走1到2万 结果被主嫌发现 痛了一顿 头部缝了好几针 伤口实在吓人 少年私吞脏款 后惨遭拘禁施虐 而主嫌以暴力控制 旗下少年 也让他们不敢 向外求援 直到少年的家长 发现孩子回家 总是带上报警处理 才让嫌犯恶行曝光 13人遭袋 警方一举瓦解 炸弃集团 不过还是要提醒 少年找打工 要小心 免得入住诈骗陷阱 不只成为共犯 也可能受害 农历七月份还没到 但不少的金门人 经过这个路段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特别毛满 觉得心里鬼鬼的 发生了什么事呢 金门县政府 最近正在施作 金城镇西海路 二段道路改善工程 晚上因为灯光比较灰暗 要注意安全 所以特别放了一个假人 来这边试镜 在路边你看到了 才会缓慢的挥挥手 远远看还以为是一个鬼影 让路过的人很紧张 说这叫做阴招 是的确有降到降速的目的地 但现在不是农历七月 附近的民众三更半夜 开车经过这里 总是会被这个假人 吓了一大跳 所以民众就想说 县政府能不能帮个忙 把这个人改装一下 金门占地 可以把它改成阿兵哥的状态 也许比较不这么可怕 但金门县政府要告诉大家 这种市井装置 是有相关的规范的 不可以说遍就本 那么怎么办 只可以增加照明的设备 或是调整这个假人的 手摇的手速 来改善一下 由于之前金门下了 一个月的大雨 所以地下含水量过高 没有办法施工 所以导致这个工程 要往后延 大概到10月底才会完工 所以这段日子当中 在经过这路段的民众们 特别要注意 这边是个假人 真的不是真的鬼要吓你 好 讲到鬼鬼的 这个在台南市立美术馆 在今天登场了 是个僵尸展 但是因为人潮实在是太多了 人比鬼多 所以这个美术馆 在今天中午的时刻 也紧急告诉大家 人满了 要进行人流管制 所以不要来买票了 今天人就大概到这样子了 但是今天一大早 好多人好兴奋 就来这边排队来卡位 你看到了这些是真人的 Cosplay 还有人化身道长 要来发符咒 帮大家去去音 那么这里也成为最新的打卡经典 民众顶着超级大太阳 也要来排队 南美馆门口大排长龙 大家都是冲着僵尸而来 因为我觉得他做得蛮逼真的 那个表情看起来就 就是很有刺激感 就是很像电影里面跑出来的 超逼真 僵尸展 未演先轰动 在网路上爆红 开展第一天 关心民众要来现场感受恐怖气氛 抢头向民众四点半就起床 起点来卡位 还有家长带着小孩 从台中来感受僵尸的恐怖气氛 更有民众Cosplay打扮成道士来排队 但只能排队不能进入展区 今天是Cosplay吗 算吧 好玩 好玩啊 缅怀以前的电影 酒酥 期待 期待 又满惊恐 有人Cosplay来应景 但现场也出现真道士 还发符咒 要大家不用怕 我们这个是招财符 然后招财符这个可以戴在身上 他可以用来招财 也可以用来压煞 展区一共七十多件作品 包括人员设备器材等等 展出花费高达一千六百多万 而且通通空运来台 光是运费就达八百多万元 除了现场气氛诡诀 天价展览 加起来达两千四百多万 恐怕真的会让人暂时停止呼吸 就来个让神区小组台南报导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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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